超戰告黑直播庭審破百萬播放,被告掩面酷一,本月有多個開庭公告, 超戰的某一個告黑官司開庭。 在直播庭審的過程中,觀看的人數不斷增加,播放量也急速增加, 最後直接破了百萬播放,和其他官司形成鮮明的對比,觸見這場官司的關注度。 因為直播觀看的人數太多,該網站後來一度處於卡死的狀態,很多人表示想要進去觀看,卻被卡料出來。 不得不說,有關超戰的一切,似乎都有著巨大的關注度。 在庭審現場,被告一直在為自己辯解,清帳號是用媽媽的手機號註冊的,但是這個說法似乎沒有得到法官的認同。 在庭審過程中,被告還掩面哭一,一度知知吾吾,低頭皺眉,不知是否是在後悔呢? 而這破百萬的播放,如果被自己的家人朋友看得,又會有怎樣的感想呢? 而這個官司還只是超戰多個維權官司中的一個。 從去年開始,超戰的告黑暴閥就沒有停過。 刑事立案之後,便是多個的民事侵權官司。 這些官司在今年都逐漸展開,此前已經公開過多個維權結果,被告需要賠償不匪的金額。 而超戰工作室此前也發佈過很多的維權動態,多達二十多個。 就在本月,超戰也還有多個維權官司等待開庭,十二月也還有一個,告黑力度相當大。 這對於超戰來說實屬正常,去年超戰陷入巨大的爭議當中,雖然不伐理性討論,但是也有許多的黑粉混水摸魚對超戰進行網報。 據說去年粉絲收集了許多的證據,都是滿憑的辱罵。 對於這種涉及侮辱性的言論,一般明星都會選擇維權。 網絡有著狠大的包容度,但是照樣也不是法外之地。 作為觀眾,可以不喜歡某個明星,可以去正常的吐槽和批評,但是卻不能造謠和肆意辱罵。 去年洋子告黑,黑粉甚至還穿著病好服上庭,試圖賣慘薄同情。 然而並沒有用,最後依然被罰十萬元。 其實,不喜歡一個明星很正常,但是因為辱罵明星而背上官司就挖不來了。 這樣的官司會在自己的檔案上留下永遠的一筆,嚴重的可能會影響後續的事業,再嚴重的甚至還可能影響自己的後代。 而這一切只因為自己在網上的一時口氣,著實不惑算。 勸大家都須理自吃瓜,文明吐槽。圖片源於網絡。 那些壹下的片呀,我會拍照。 然後可以拍照。